我想淨零碳牌 基本上是一個世界的選學 而且已經變成是世界的共同協定 那全國包括全世界 都在往所謂的2050的淨零碳牌 那所謂的平衡的方向在邁進 那嘉義縣基本上也成立淨零學院 那特別請老師 來針對我們很多的企業界 包括很多的工廠 大家知道怎麼樣去做所謂的碳平衡 包括碳足跡 碳的一個計算 我想這個是要讓大家先 有這樣的概念跟知識 那未來再推動整個節能減碳 我想才會有成效 針對淨零排放 那不管是跨部會的努力 那總統都很關心 所以環境部也好 或者是衛福部也好 或者是現在包含我們社區大學的教育部也好 我們都會去全力去推動